怀孕三个月的女子 被男朋友强压上车限制行动 原来当时他们去吃羊肉乳的过程当中 吃到一半爆发口角 眼看男朋友越来越火爆 女子担心被动手 于是冰了借口说 她怀孕肚子不太舒服 需要到医院检查 再趁机打电话向妹妹求救 没有想到妹妹人还没来 就被男朋友强压上车 手机还被扣着 车内针帮我开一下好不好 来 妹妹你下来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到底发生什么事 开车开到一半被警方拦截盘查 只是普通情侣吵架 怎么惊动到警方到场 原来当时怀孕三个月的女友 在车上被男友控制行动 时间往回倒转 当时这对情侣在新北市板桥 羊肉炉店起口角 女友吓坏了 眼看男友脾气越来越火爆 她变了个理由 说肚子不舒服 想去医院检查一下 趁男友离开回去 帮忙拿健保卡时 打电话给妹妹求救 没想到妹妹人还没来 就被男友强压上车 手机还被扣着 好前警方早就接获报案 以车追人拦截围捕 信号医违反保护令 妨害自由 伤害等罪险 遗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承办 核心男子过去就曾对女友不利 这回女友怀着身孕 又限制他的行动 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恐怕难辞其咎 记者马师姐王玉文 新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广 Paula 谢谢大家